减法大师特斯拉在新一代的方向盘右侧取消了怀挡拨杆 改成了屏幕换挡和自动换挡的方式 又取消了方向盘左侧的转向灯和雨刮拨杆 改为了方向盘上多功能按键操作 这到底是为了省成本的大聪明设计 还是说设计师有他的思考和想法 这套全新的驾驶逻辑日常使用到底方不方便 本期视频聊聊我的使用体验和个人理解 这里是极客阿兰的频道 我们先来聊换挡 特斯拉把原来波动换挡的怀挡杆给取消掉了 日常换挡操作 接生到了屏幕最左侧的行驶模式条里 往上滑是D挡 往下拉是R挡 最下面按住是N挡 最上面按住是P挡 开启车来速度提起来的时候 屏幕最左侧的行驶模式条会自动隐藏防止误触 到车速加为0停门以后 解开安全带 车辆也会自动挂入P挡 在P挡中在下 只有踩下刹车 换挡的行驶模式条才会出现 松开刹车它会自动隐藏 这一方面是防止停车的时候 误触屏幕挂挡 另外一方面也恰好符合了 必须踩刹车才能从P挡挂到行车挡 这样一个逻辑 不踩刹车就不给你行驶模式条 不给你换挡的权限 那很多人担心如果屏幕死急了该如何挂挡 特斯拉在屏幕正下方这里 也保留了换挡的尸体触摸按键 长按可以换入四个挡位 在中间这里长按也可以打开双闪灯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啊 除了每天日常开车 从起点出发时要挂一下挡 以及到了目的地到车入户的时候 要挂几次R挡到车以外 剩下98%以上的开车时间 在路上是不需要换挡的 绝大多数时间 大家都是一地到底的 所以检法大师特斯拉 顺理称称的把操作频率很低的换挡杆 挪到了屏幕上 节省了方向盘手部的操作空间 这样方向盘后面取消了换挡杆以后 就没有任何遮挡了 这点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我原来用奔驰和特斯拉Model Y 这种怀挡设计的时候 手指是比较慵懒的 有时候四个指头没有全部捏紧方向盘 而是部分半张开的状态 在车辆低速左拐的时候 有两次右手手指误挂到了挡杆 往上拨了一下 直接就把车辆挂到了R挡 倒车挡 得和我当时反应快 没立刻深踩电门加速倒车 否则这情况还是比较危险的 那把右侧的怀挡杆 接生到了屏幕上 这种误操作的可能就几乎为零了 另外特斯拉还做了一个 通过摄像头感知周围环境 再用自动驾驶视觉算法 来实现自动换挡的简化驾驶员的操作 当你上车踩下自动踏板的时候 它会根据你车身前后左右的障碍物 来判断你是要前进还是要倒车 并直接帮你挂好挡 这个功能北美的特斯拉车主 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 在国内不知道是由于最新款的HW4.0 还没做好纯视觉算法的适配 AP和自动换挡这两个功能都一起没有推 还是说自动换挡这个功能 压根在国内就没有过沉 就要每次都踩刹车降速到零再换挡 电车没有油车的变速箱 换挡操作只是在电机内部做磁杆线的切割 那么这么换挡也不会损伤电机 所以在掉头和倒车的时候 用熟练的还是比较丝滑的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很多人担心屏幕换挡这种方式 正常开车不频繁换挡的时候 是没啥影响的 但在停车倒车的时候 屏幕换挡加右后方向盘 加单胎板模式会变成灾难 上一篇视频我给你们看过 我倒车入库了 这期视频再来个侧方便停车 你们看看麻不麻烦 怎么说 我停的还算凑合吧 5米长2米宽的中大型SUV的侧方便停车 前后左右的距离都适中 不犯啥毛病吧 那减法大师特斯拉 除了取消右侧的怀挡波盖 还取消了左侧的转向灯 大灯以及雨刮波盖 下期视频我们继续聊 特斯拉集成的转向灯 雨刮器等多个操作的方向盘 功能件的设计好不好用 你觉得取消了传统的机械怀挡杆 用屏幕换挡这种方式 是力大于B还是B大于力呢 来评论区里聊聊吧